固代人的平均说明比较短 要是跟现代人比起来就差远了 但是固代也有活的世界场地 将秦国成为主侯国之后的第二位菌柱秦文龚 秦文龚光挡秦国国菌就挡了50年 可见秦文龚的说明相当长 秦文龚这一直呆挤着他儿子秦京龚就悲剧了 因为只要秦文龚不是秦京龚就不可能挡秦国国菌 可能秦文龚他儿子秦京龚也想挂一把国菌的印 但奈何他爸一天也不休闲 而且还是造水造气 神匹比他还好 秦京龚一看估计是瞪不到他打秦国国菌了 于是就回忆回忆就现他把秦文龚两年去世了 秦文龚的儿子去世之后秦文龚有点猛 因为秦文龚这个时候年龄也大了 这儿子突然死了 下来给谁打秦国国菌这就成了个问题 毕竟国菌继承人 你肯定不能在附近的人里面选 还是得把这个威子传给自己的后代 最后秦文龚大腿一倍 算了直接绕笋子弄算了 秦文龚选的这个顺子就是秦仙龚 秦仙龚继位的时候是个十岁的蛙 但是这个蛙跟你家的蛙是不一样的 人虽笨死他 在他继位第二年的时候就带着秦人板架了 把秦国堵成又往董挪了一点 挪到了平洋 就是现在的山西圣报警是陈藏区附近 之后拍柄拱大躺舍戎 并且最终灭了躺舍戎 这个躺舍的位置大概就在现在的姓 是长远区附近 虽然秦仙龚上位的时候年龄很小 但秦国在秦仙龚上位之后 就积极行事了周天子赋予他的权力 加强了秦国对灌众地区的时机控制 秦国现在朝越来越好的方向发战 但很可惜的是 秦仙龚在22岁的时候 不知道大灰丝竟然隐年造失 这对于秦国来说绝对是个情点霹雳 22岁方的现在很有可能还是个单身 但秦仙龚在22岁的时候 已经最少散瓜了巴了 并且秦仙龚这三个儿子 显后都打过秦国国军 秦仙龚家老大是秦武龚 老二是秦德龚 老二是秦楚字 在秦仙龚去世之后 本来是让老大秦武龚来继位 而且秦武龚已经被理为了胎字 最后党籍班人 这应该是铁瓣钉钉李斯 但秦仙龚思后 由于秦武龚党是年龄胎孝 看来就七八岁 毕塔巴党是上位的时候年龄还孝 秦仙龚的手下就处了叛徒 一伏击和散夫为首的秦国高级官 一看挖他巴抹了就开始欺负挖 因此飞了秦武龚的胎字紫围 而把秦武龚他最孝的敌秦楚字 理为了秦国国郡 就这样发生了秦国李斯长第一次拱廷争边 秦楚字被伏基和散夫等人理为国郡的时候 只有误罪 误罪个王称马扣就都背不全 他能指导个啥呀 尚为了克林斯克傀儡国郡 秦国的大笑事情就成了伏基和散夫说了算 但是在秦楚字挡了柳年国郡之后 散夫等人竟然伤心兵狂的 把年近十一岁的秦楚字给刷了 然后又让子前被飞的秦武龚 到了秦国国郡 散夫等人在实际控制秦国的六年中 秦国发生了啥 似书上没有记载 但那六年对秦国龚族来说 对秦国人民来说 极有可能是一段黑暗时期 因为散夫等人控制秦国的手段 太过学醒残暴 观众又一句烙花椒 祈福碎花缠烙 说的就散夫等人 要是自往他们能够为秦国的罚战 呕饮沥血 为老秦人搬带耗死 那实在是不太可能 秦国由匪子被骤田子粉粉到秦一 到秦仙公司期 经历了160多年霸威国军 经过了一代代秦郡和秦人的共同努力 秦国的地位不见 由最处的富庸升级成了祖侯 秦国实际控制令地 也由洗锤到达了贯重地区 但是秦仙公司后 秦国发散了针边 第一次早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 这对于秦国来说 唯一死在咒枪强盛的途中 被自己人痛了一道 但谁在奏枪成功的大刀上 还不碰见几个主队友呢